你們這段感情 對於女士來說 從來沒有稀里糊塗過 你心裡其實一直明鏡子的 你一開始和她在一起 其實就是因為 她的溫和順從 可以讓你受傷的心有療癒 所以你從一開始 就沒有主動地告訴她 我是什麼樣的身份 就好看 expansion 武器 爭拳 我 去 爭拳 爭拳 爭 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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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背后是透露着女人对男人的失望 是 太帅了嘛 靠不住 她有本事了 她有野心不可控 所以找一个忠厚老实的最好 或者一个年纪小一点的 单纯一点 好调教 但是你会发现你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因为你对婚姻的要求低了 标准低了 所以你对男人的标准也低了 因为你的概念当中就是 我的下一段婚姻只要不出事 我忙一点 累一点 安安静静地把孩子养大 就可以了 不祈求什么浪漫 不祈求什么激情 只希望一切顺遂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对婚姻的标准要求低了 对爱人的要求低了的时候 会导致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 就是他自己对自己 不会有任何要求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 有些婚姻生活当中 当一个妻子 对男人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 只要他老是本分 一开始他是这样的 到后来进入婚姻之后 这个男人一点都不作为 不上镜 很懒 就生活的一切都得靠你 因为男人会认为 我只要老是本分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那么有本事的 更何况有一个 比我年纪大的女人照顾我 所以我认为啊 第一 你们是很难跨越 他没有那样坚实的臂膀 帮你去分担 他更理解不到 一个母亲带着 一个六岁的孩子的不容易 他不理解 所以你们之间很难跨越 但关键是你 你将来不踏入婚姻则已 你如果想要踏入新的感情 记住 不要放低对男人和婚姻的要求 也不要放低对生活的品质 不要因为曾经受过伤害 所以今生就这样吧